每一个人的眼中,绝望都开始变成了决绝,何为胜战? 这是两个种族之间的不死不休的战争,没有任何缓和的余地。 以魔族如此疯狂的攻势,一旦东南要塞城破,魔族会如何吐路?谁都清楚。 那既如此,不如直接战死。 战场对于任何之业来说,都是最好的磨练之素。 在这里磨练的不只是他们的修为,同样的也是他们的新兴。 毫无疑问,眼看着恶魔族大军即将到来,每一个六大圣殿的职业者,他们的内心都出现了升华。 如果这一战之后他们还能活着,毫无疑问,他们将会成为六大圣殿真正的精锐。 所有法系之业,全地休息。 邱永浩有些莫名其妙的命令突然下达,令城头上的魔法师、召唤师、牧师们不仅是打车一惊。 敌人已经快到眼前了,却让他们休息。 这是命令,人类必胜。 邱永浩又强调一句,与此同时,他的目光锁定在了远处天空中的死灵魔神萨米基纳身上。 地面上的恶魔大军占据了全部的恶魔七成。 六阶以上能够飞行在空中的是三成。 但他们飞得并不高,为了增加对东南要塞的压力,全都飞在离地面100米到150米的范围中。 恶魔族乃是魔五合一的强大种族。 如果从种族的整体实力来说,他们是仅仅逊色于逆天魔龙族的恐怖存在。 四大恶魔王分别在四个方向统率大军。 死灵魔神萨米基纳居中,但他的脸上已经流露出了不屑和强烈的杀机。 尽管经历了波折,东南要塞也比想象中更加的顽强。 但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萨米基纳有绝对的把握在接下来的攻势中攻破东南要塞。 到了那时,眼前这六大圣殿的人只会成为他前进的垫脚石。 普通人类不伤,但六大圣殿的职业者们,魔族,绝不会手下留情。 因为这是打击人类的最好机会,不把他们打残了,魔族怎能继续保持绝对优势呢? 恶魔大军越来越近,五里,四里,三里。 终于,恶魔大军已经接近到城头一千米的距离。 萨米基纳的恐怖模样,已经完全呈现在所有人类眼中。 死灰色的气流围绕着他的身体释放着,恐怖的死亡气息在空中化作了一颗巨大的恶魔头像。 似乎随时都要向东南要塞试咬一口。 尽管这一次只有他一个人出现, 但身为魔族七十二种魔神中,排名第四的恐怖存在。 先前出战的魔神们就算是加起来,也未必有他强大。 而萨米基纳也绝对相信,在东南要塞之中, 没有任何一名人类有与自己抗衡的可能。 萨米基纳。 就在这时,一声娇和在空中响起,这个声音来得很突然,但却异常的清亮。 滚滚声朗,仿佛从四面八方传出。 强烈的声朗,令死灵魔神萨米基纳的身体不仅是微微一震。 从这个声音他能听得出来,来者不善。 下一瞬,萨米基纳却像是看到了什么最恐怖的事物一般。 整个人倒飞出去,瞬间远顿数千米之外,更是一脸的惊海之色。 他看到了什么? 那是一尊宝塔,一尊突然出现在半空中,从天而降的宝塔。 宝塔呈现为白色,那是充斥着微艳的白色。 它在下落的过程中,体积是越变越大,白光四射下,正好落在了空中的恶魔头像之上。 谁都知道,那恶魔头像是死灵魔神萨米基纳力量凝结而成。 可是此时此刻呢,这头像竟然在宝塔的镇压下溃散。 甚至在那白光面前连逃跑都做不到,瞬间化作一缕缕灰色的烟云消失在白光中。 而那炽热的白光则是变得更加夺目。 正在前行中的恶魔大军仿佛受到了什么重压一般。 天空中的恶魔纷纷地向地面落下,同时海然地向空中看去。 而那座宝塔此时已经增长到了百米余高。 在白光内部,隐隐有着七彩光晕,扩散开来。 毫无疑问,这赫然是一件神器。 可就算是神器,也不足以让十万恶魔大军如此的惧怕呀。 他们惧怕的是这件神器上释放出的白色光芒。 那种气息,令每一名恶魔族的体内黑暗之力都在剧烈地涌动着,颤抖着。 死灵陌生萨米基纳此时已经完全没有了之前的镇定,与势在必得。 在他眼中满是骇人之色。 是那座宝塔,他认得。 如果问萨米基纳一生中最害怕的人是谁,他肯定会回答莫神皇,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如果问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怕的东西是什么,那么他的回答必定是当初在御龙关曾经面对过的那尊宝塔。 当时属于龙好臣的永恒之塔。 当年的永恒之塔几乎将死灵魔神萨米基纳的领域完全地吞噬、毁灭,给他留下了太沉痛的悔意。 那一次之后,足足是花了三年的时间才让他修为复原,本源的伤害更是用了五年才完全地修复。 此时此刻,永恒之塔在线,尽管金色变成了白色,可萨米基纳心中那份忌惮却是更加的强烈。 哪怕他在上次吃了大亏后,也明白如果自己不使用领域的话,或许不会有问题。 可是,当他真正面对永恒之塔的那一瞬,他还是一副投鼠忌器的样子。 就在永恒之塔顶端,一个翘生生的人影傲立于塔尖之上,一些黑色长裙,令他在白光闪耀的塔顶更加的醒目。 手中那巨大的黑色镰刀上,也是闪耀着幻蓝幻紫的光彩。 遥望着,死灵魔神萨米基纳恐怖的杀气瞬间绽放,配合着那巨大宝塔上所释放出的白色光云,竟是震撼了全体恶魔族。 能够驾驶永恒之塔,并且释放净化之力,震慑群魔的,自然就是圣典联邦副主席,广之陈西里摩团的副团长,死神神卷者,轮回圣女彩儿。 谁也没有注意到,就在空中恶魔族纷纷落地的时候,那邱永浩的眼中,却是露出了一丝狂喜。 他右手向着撑下一挥,一道金光在空中一闪而摸,如果没有彩儿的出现这么明显的金光,萨米基纳肯定会注意。 但在这四刻,彩儿是完全地吸引了他的视线。 先不说永恒之塔,令他深深地忌惮,单说彩儿身上所散发出的气息, 也让他感受到了强烈的威胁。 九阶五级,那竟然是九阶五级的气息,怎么可能? 人类中什么时候拥有了九阶五级的强者? 而且,还是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更是驾驭着给她留下过痛苦回忆的永恒之塔。 在魔族对人类的了解中,似乎只有远在七十圣殿运龙关, 并且很久未曾出现在战场上的星空神圣骑士杨浩宇才是九阶五级。 当然了,还有强势崛起的龙浩尘也有可能达到那个程度, 可是为什么居然还有一个女孩子也能达到这种程度? 萨米基纳的心中突然有着一种很难形容的感觉, 魔神皇的部署原本在她看来是万无一失的。 两面一同下手,人类无可抵挡, 但在这东南要塞的战场上, 人类已经是劲而连三地出现了她不了解的九阶强者, 似乎一切并没有按照她心中极定的轨迹走下去, 反而是出现了不小的变数, 而这变数会不会导致最终的溃败呢? 不过,萨米基纳毕竟是魔族的五大支主魔神之一, 尽管心中对采尔十分忌惮, 但她很快地便恢复了正常, 她那冰冷的声音响彻全场。 赫摩所属,进攻。 在这一声打喝的同时, 萨米基纳全身再一次地迸发出了强烈的灰色光芒, 紧接着那灰色光晕完全融倒她自身之内, 令她整个身体也变得通透起来, 浓烈的死亡气息完全收敛, 而那远处属于她的死灵魔神主也绽放出了多么的灰色光彩, 用人类的方式来形容萨米基纳现在的状态, 那就是领域为我, 永恒之塔不是能够吸收我的领域吗? 那称,我就不让我的领域释放出体外, 我看你还怎么吸收。 萨米基纳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魔神主光芒亮起的同时, 她的身体也在空中迅速地暴涨, 转眼间竟是幻化成了高达三百米, 通体灰晶色的巨大恶魔, 她这一变化顿时让整个恶魔大军士气大胜, 先前压制的速度也是瞬间爆发, 十万大军同时朝着东南要塞扑去, 但是就在这时, 就在那些六届以上的恶魔上没有从地面上飞起的时候, 突然间, 一种奇异的气息蔓延在整个战场之上, 准确地说, 是在东南要塞向前打约两千米的范围内。 而此时, 十万恶魔大军已经全部地踏入了这个范围, 在那奇异的气息影响下, 所有恶魔刚刚提升起来的速度, 突然就变得迟缓几分, 下一刻, 大地突然亮了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顿时引起了死灵魔神萨米吉纳的注意, 一种极其不祥的预感瞬间出现在她心中。 不好。 萨米吉纳恐怖而庞大的身体, 赶紧地向地面落去, 与此同时, 她双手在空中一招, 一柄巨大的灰色长矛也出现在她掌握之中。 那长矛之上, 竟是有着七彩的光芒闪烁, 赫然是一件神奇级的魔器。 可是, 彩儿的到来是为什么呀? 就是为了不给萨米吉纳影响龙好尘整个布置的计划。 萨米吉纳的身体刚刚向下落去, 她心中对为恐惧的那座宝塔便以惊人的速度, 向她飞转而至, 在飞行的过程中, 永恒之塔先前绽放出的一切静怀之光, 全部都被收敛在内, 而在塔顶, 原本彩儿站着的地方, 还多了一朵纯净的白色莲花, 一边是地面传来的强烈不想预感, 而另外一边则是令萨米吉纳感到了生命遭受威胁的恐怖攻击。 毫无疑问, 身为魔神的她, 肯定要将自己的生命摆在第一位的, 和自己的生命比起来, 族人的安危又算得了什么呢? 因此, 萨米吉纳就算再不愿意, 在这个时候, 也只能先去抵挡彩儿的攻击, 而不是顾及地面突然出现的光芒。 大地沸腾了, 那是金色光芒的沸腾, 一个个直径白米的金色图案, 开始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大地之上, 金色光芒因云生腾, 穿沿就覆盖在地面到空中的白米高度。 每一个金色图案的样子都是相近的, 直径白米, 上面有着众多复杂的符文, 魔法六芒星在中央, 那些符文此时都像是活了一般, 伴随着金色光芒的生腾向上悬浮而起。 这样的图案大约有三十个, 每一个和每一个之间都是有着一定的艰巨, 但是当这三十个图案同时毫无预兆地在大地亮起的时候, 就给了一种东南要塞前方的平原, 变成了金色的感觉。 而远处刚刚退去的魔族各个种族大军, 看到这一幕都有着一种目瞪口呆的感觉, 这是什么力量? 在魔族与人类征战的历史上, 如此壮观的场面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人类也曾没有拿出过这种战争手段。 可是呢, 那些金色的法针究竟是什么? 就在他们感到震惊的时候, 恶魔族已经开始有大片的惨叫声响起, 金色光芒就像是粘稠的液体一般, 困住了绝大部分恶魔。 也只有剑机最早, 修为最强的一些恶魔, 来得及冲出光雾, 升空而起。 可是, 绝大多数, 尤其是那些不能飞行的恶魔, 却只能被那充满光明气息的光雾, 所笼罩起来。 轰的一声, 第一声轰鸣在全部三十个金色法针中央响起, 当这轰鸣响起的时候, 这家核心处的金色法针突然就绽放出了炽烈的金光, 那似太阳一般的光芒在爆发的瞬间, 恐怖的声浪就埋葬了所有恶魔的惨叫之声。 金光爆炸的范围瞬间就扩张开来, 由原本的直径一百米, 直接变成了覆盖直径三百米的范围。 从天空俯瞰, 地面上就像是出现了一个金色的大火球, 火球核心位置甚至是呈显出了白赤色, 这分明是晋昼级别的魔法, 就算达不到晋昼, 也是相差无几。 有了第一个爆弹, 就有第二个, 三十个金色法针, 几乎在短时间内相继地爆发, 而半空中, 此时死灵魔神萨米基纳 与永恒之塔的碰撞也刚刚结束。 和地面上的金色爆发不同, 空中乃是白色与灰色的相互碰撞, 没有什么特别的轰鸣, 但整个天空都在永恒之塔 与萨米基纳碰撞的一瞬间, 产生了扭曲。 死灵魔神萨米基纳的脸 也同样扭曲了, 他这一次感受到的, 并不是上次永恒之塔的恐怖的吞噬灵魂之力, 而是那对一切死亡气息, 有着恐怖净化微能的净化之力。 更为可怕的是, 在永恒之塔的庞大体积狠狠撞击在他身上的时候, 塔顶那朵漆的莲花, 也亮了下来, 一片片洁白的花瓣飞射而出, 直奔他的身体笼罩而至。 强烈的危机感, 令萨米基纳不过一切, 将自己的魔神化推升到了最强程度。 整个人, 就像是一颗灰色的宝石, 迸发出了最强烈的光芒, 手中长矛, 七彩光泽绽放, 挥舞得密不透风。 但是, 就在这遗壮之下, 萨米基纳高达三百米的身躯, 却直接崩溃了三分之一。 灰色光芒收敛, 就只剩下了二百米了, 并且直接被撞飞出数千米之外, 远离了东南要塞前的战场。 萨米基纳崩溃, 而那部分魔神化分身散发出的灰色, 全部都被永恒之塔吸收而去, 而彩儿又重新出现在 塔顶之上, 遥往萨米基纳, 气势不将反胜, 牢牢锁定在这位死灵魔神的身上。 龙好臣让彩儿来到这里, 自然有他周全的考虑, 如果单轮实力的话, 就算这彩儿的修为 已经突破了九界五级, 同时拥有死神镰刀 和永恒之塔两大神器, 与五大之主魔神相比, 最多也就是和马尔巴士相差不多, 而且还要动用十二圣位, 毕竟五大之主魔神的魔神柱 都是至少接近超神器的存在。 彩儿虽强, 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终究是有所薄弱。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说法叫做相克, 从实力分析是如此, 真正的战场上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彩儿遇到的如果是地狱魔神马尔巴士, 或许会陷入一场苦战之中, 可是当他出现在死灵魔神萨米基纳面前的时候, 萨米基纳也就变成了一个悲剧, 他赖以称名的强大死灵法术与能力, 甚至是他的死灵魔神柱, 在彩儿面前都要被压制得死死的。 就像当初彩儿在浩月那个未免一样, 凭杰一杰之力几乎是压制了所有亡灵君主一样。 在净化之力面前, 一切死亡气息都是虚妄的。 龙好称让彩儿到东南要塞, 为的就是死死压制最强的死灵魔神。 至于其他的魔神, 就不足为虑了。 地面上一个个恐怖的金色光球爆裂开来, 光元素甚至因此形成了恐怖的元素风暴。 当三十个法阵全部的爆炸之后, 哪怕是彩儿和萨米基纳这种级别的强者, 也不敢再停留在原来的位置, 而是迅速地向高空远蹲。 恶魔族的十万大军, 能够看到的就只有飞入空中, 如苍蝇一般的极少数。 而绝大多数恶魔则全部是埋葬在那一片金色的海洋之中。 别说远处的魔族看傻了, 就连东南要塞城头上的六大圣殿职业者们也同样看傻了。 谁能想到在战场上会有如此恐怖的一幕出现。 东南要塞的前方, 五千米长度范围之内, 全部都化作了一片金色的海洋。 而且那金光极为的狂暴, 足以令人疯狂, 哪怕是超级禁咒, 也达不到这样的破坏力。 就算是魔神王在此, 当所有的法阵全部都爆开, 却没有阻止的可能性。 而此刻战士圣殿殿主邱永浩站在承躲之上, 几乎歇斯底里的大笑着。 他已经活了百多岁, 可一生中也没有任何一次像今天这样畅快淋漓。 恶魔族,恶魔族的十万大军, 竟然就这么被埋葬在了东南要塞的前方, 这是何等重要的一场大盛。 而在整个东南要塞之内, 除了那几个布置致命陷阱的魔法师之外, 就只有他才知道, 有这样的恐怖攻击等待着魔族,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始终都能保持着沉稳, 这个致命陷阱就是专门留给恶魔族的。 萨米基纳已经完全傻掉了, 悬浮在半空之中, 看着下方的沸腾的金色海洋, 他的面部肌肉已经是完全的僵硬。 这怎么可能呢? 他想要疯狂地呐喊, 质问, 可是他想得连一点声音也是发不出来。 作为魔族第四柱魔神, 恶魔族的组长, 他的整体实力第二的强大恶魔族大军, 竟然就这么被那恐怖的光系尽咒给覆盖了。 感受着光元素风暴的肆虐, 他连一点的侥幸心理也没有, 哪怕他自己真的处在这元素风暴的核心之内, 也未必能够全身而退。 陷阱, 这是卑鄙的人类所制造的陷阱, 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陷阱呢? 萨米吉那心中, 有着太多太多的疑问了, 在这一瞬呢, 他大脑甚至陷入了一片空白之中, 更是完全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 原本以为胜利在望, 可瞬间就从巅峰, 跌落到了谷底, 更是亲眼见到族人殒灭, 这种打击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忒大了。 要知道, 魔族这一次所有的善战恶魔全部出动, 足中留下的只有老弱妇孺, 可以说这十万恶魔大军乃是恶魔族全部的主力, 而这口力量也正是萨米吉那最大的仰招。 死灵魔神萨米吉那仰天狂吼, 疯狂地吼叫之中, 他那灰色的身体疯狂地膨胀着, 这一次竟然直接拔高到了五百米开外, 他的双目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片血红之色, 极度膨胀的身体, 甚至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有浓郁的死亡气息从其中泄露出来。 没错,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 死灵魔神萨米吉那已经接近了疯狂, 从刚才的碰撞中,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采尔对自己的全面压制, 在这个时候, 他不顾一切地直接发动了天魔解体大法, 他要报复, 他要将所有的人类全部的杀死, 才能够甘心。 他疯了, 他已经是完全地疯了。 远处的死灵魔神柱, 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璀璨灰色光芒, 笔直地照射在萨米吉那的身上, 一身灰色甲皱顿时覆盖其上, 而远处的死灵魔神柱, 竟是在下一刻消失了。 而萨米吉那手中的长毛, 骤然暴涨, 一道道灰色纹路引现, 他竟是将自己的魔神柱, 化作了恐怖的武器。 彩尔冷冷地看着萨米吉那的变化, 眉毛中变得一片空明, 他知道, 无论如何自己都必须要阻止他, 因为在东南要塞, 没有任何一位强者, 能够阻止现在这个状态的萨米吉那, 他现在已经是抱了必死的决心。 十二道不同颜色的光芒, 飞速从永恒之塔内射出, 围成一个圈, 把彩尔保护在其中, 正是死灵圣法神, 亡灵天灾伊莱克斯, 留给他的十二圣位。 彩尔确实有把握能够克制萨米吉那, 他的秀位本就不逊色于对手多少, 再加上属性的完全相克, 以及永恒之塔, 对萨米吉那的强大威胁力, 但却架不住, 他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 他此刻的状态, 就像是当初遭遇龙好臣的阿宝一样, 十二圣尉把彩尔围在中央, 他们十二人是分成两圈, 六名战士在外, 六名魔法士在内, 全都是六大元素属性巨犬, 六彩光芒闪烁, 十二名圣尉组成了一大一小, 两个六彩六芒星, 拱为中央的彩尔, 阴云的六彩光芒升腾, 庞大的元素之力向着中央的彩尔巨动, 而当那六彩光芒进入第二个六芒星核心的六行边缘范围时, 竟然是化作了纯净的混沌之力, 这个阵法乃是死灵圣法神, 亡灵天灾, 比伊莱克斯发明的, 当初啊, 他凭借着自身强大的实力, 以及十二圣尉的全力辅助, 才能与近乎整座大陆的人类强者抗衡, 尽管现在的十二圣尉比当年跟随伊莱克斯的时候要弱, 并没有达到领域层次, 但也是十二名九阶强者, 他们共同布阵之下, 采尔自身的气息顿时呈现几何倍数增长, 那增幅的强度甚至可以媲美死灵魔神萨米吉那的魔神花, 站在永恒之塔的顶端, 采尔手中的此身镰刀高举, 原本的黑色镰刀, 也渐渐变成了晶莹剔透的白色, 浓郁的净化之力, 瞬间就化作了一圈庞大的净化光环, 扩散开来, 而这正是采尔将自身净化之欲全面释放的标志, 在释放净化之欲的同时, 采尔并没有影响疯狂的萨米吉那, 反而是催动着永恒之塔, 向着下方落去, 净化之欲也同时朝着下方, 正在从最强波动中逐渐渐弱的光元素风暴上落去, 如果萨米吉那此时还有十足的理智, 那么他一定会明白采尔是在做什么, 但现在他已经处在了疯狂的状态中, 手中长毛前指, 庞大的身体也在下一步从虚空中跨出, 瞬间到了采尔上方, 长毛下摔朝着采尔就抽了过去, 此时的萨米吉那实在是太强了, 他这一击发出, 天空被撕裂出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恐怖的一次元风暴, 也在空气中疯狂地肆虐着, 以至于吸扯着下方的光元素风暴, 都朝着上方汇聚过去, 但是却在无形中帮了采尔, 十万恶魔大军, 几乎在那恐怖的光元素法阵连魂爆炸下是全军覆没, 数万生命就此殒灭, 魔族的生命也是生命啊, 他们死亡之后, 也同样会有死亡气息存在, 光明并不能完全地净化死亡, 但采尔的净化之欲却是可以的, 而且在净化死亡的过程中, 就相当于是自身力量的增幅, 能够看到如丝如铝的白色净化之力, 在下方光元素风暴向上涌动的过程中, 被净化之欲过滤出来, 再注入到永恒之塔中, 通过永恒之塔第二次净化, 才传到了采尔体内, 再加上十二升位的法阵增幅, 采尔整个人的气势, 也是随之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死身镰刀向上抬起, 采尔眼中神光闪烁, 下一瞬, 一道淒厉的白光就在空中亮起, 与那落下的长矛直接是狠狠地撞击在一起, 尽管双方的体积完全不成比例, 但是当彼此碰撞的那一瞬, 萨米基纳却是和采尔同时一阵, 萨米基纳的长矛被阵飞而出, 而采尔则是闷横一声, 嘴角处已出了一丝血迹, 但终究是破掉了萨米基纳这一击。 萨米基纳抱贺一声, 她此时的死灵领域, 再加上魔神化和天魔解体大法所带来的力量, 完全地融合到了这身体之中, 与采尔刚才这死神弃绝死之伤的碰撞下, 又是一大股死神灵力被化解掉, 这种此消彼长的战斗如果持续下去, 她绝对站不到上风。 但是现在的萨米基纳已经完全地疯狂了, 根本就不顾及自身的安危, 手中长矛掉转, 全身的灰色瞬间朝着长矛凝聚而去, 长矛上所有的符文, 全部的亮起,恐怖的气息也是全面爆发, 那长矛就是重新在空中化作一根畅达数百丈的魔神柱, 朝着采尔砸去, 魔神柱的力量实在是太可怕了, 在魔族七十二柱魔神中, 能够直接将自己魔神柱当作武器的, 也就只有五大支柱魔神才能够做到, 空前巨大的压力, 向着采尔露去, 哪怕大量吸收着外界死亡气息, 转化为净化之力的他, 也是不禁脸色大变, 这分明就是萨米基纳孤主一致的攻击。 身形一闪, 采尔与十二圣尾同时消失在永恒之塔中, 永恒之塔疯狂地旋转起来, 而塔间处一朵朵圣石莲花绽放出来, 朝着空中的死灵魔神柱撞去, 同时永恒之塔飞速下落, 朝着下方闪避, 每一朵圣石莲花轰击在死灵魔神柱上, 都会引发一连串的大暴涨, 但却依旧无法阻止它的落下。 终于, 永恒之塔飘落在地面上的下一顺, 死灵魔神柱是全面吓砸, 刚好砸在永恒之塔的塔尖之上。 剧烈的风鸣, 生枕四野, 周围的光元素也是被这恐怖的能量给驱散了很多, 能够看到地面上有大量的恶魔族残骸, 能够留下残骸的还都是生前秀为较强的恶魔, 那些秀为低下的早已经是呼一飞烟灭。 永恒之塔被死灵魔神柱这么一砸, 硬生生地下陷了四层, 也只有最顶端的三层还在地面上, 整个永恒之塔散发的净化之力骤然暗淡许多, 甚至在周围的空气也都出现了众多裂缝。 前而在此初见, 永恒之塔也是悄然消失, 而下一瞬, 前而带着十二圣尾已经冲入了高空之中, 死神镰刀脱手飞出, 在空中暴涨白米, 悍然朝着萨美基纳斩去, 而萨美基纳面对这柄净化之刃的攻击, 竟是不闪不闭, 魔神主悍然横扫, 看那样子竟像是要和彩尔同归于尽, 彩尔眼中寒光闪烁, 身形在空中瞬间后退, 他当然不愿意和萨美基纳同归于尽了, 但死神连刀依旧向对手斩去。 萨美基纳的精神状态虽说是很疯狂, 但他的战斗本能还在, 魔神主后端向上一挑, 磕开了死神镰刀, 同时魔神主的前端至少有着五十个灰色的符纹, 骤然飞出, 只本踩而而去, 那恐怖的意料, 也在空中化作了一股死亡的风暴, 净化这里能够净化死亡的力量, 但当死亡力量浓缩到一定程度后, 净化起来便需要足够的时间了, 而萨美基纳显然不会给他这个时间, 一道道身影, 悄然地挡在彩尔身前, 化作了一面人墙, 一道道彩色光芒在空中爆发, 彩尔再一次闷横一声, 身体在空中暴退千米, 挖的一声, 喷出一口鲜血, 同时身上的金光闪耀, 更多的冲击, 全部都被化解掉, 毕竟死灵启息是无法对他造成真正伤害的, 不过十二圣尾之中, 六名战士圣尾已被那恐怖的死灵之力撕得粉碎, 他们需要足够的时间, 才能重新地在永恒之塔内复活过来, 萨米基纳现在给人一种无敌的感觉, 魔神主再举, 这次却是放过了彩尔, 而是直奔东南要塞杂趣, 东南要塞的将士们, 本来处于极度的亢奋状态下, 但萨米基纳在空中的变化, 他们也都看到了, 这种状态下的死灵魔神, 实在是太恐怖了, 一道七彩流光, 瞬间地掠过长空, 飞向萨米基纳, 正是夜三迷的神功发威, 萨米基纳却是根本不闪不避, 任由那恐怖的剑落在自己身上, 能够秒杀奥数魔神加波的攻击, 落在甲州覆盖的萨米基纳身上, 竟然只是炸开了一片裂痕, 并没有伤害到他的本体, 萨米基纳的魔神柱, 依旧是凶狠地落向了东南要塞,